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娱乐圈中的全能型人才 但人不可能十全十美 即使像谢娜这样的长青树 也会有看人看走眼的时候 张大大是什么人 为什么网上有这么多人不看好他 甚至给他起了白眼狼的称号 谢娜曾带过两位新人 一位是杨迪 另外一位就是张大大了 从长相上来看 张大大确实要比杨迪好看点 但是张大大的为人处事 就有点不太看好了 杨迪和张大大曾跟随谢娜 参加了很多综艺节目 光凭着谢娜这个活宝 这两个徒弟暂且不提 能不能混出名堂来 至少先让他们俩混个脸熟 之后谢娜又带着愈发红火的张大大 上了自己的节目 偶迪歌神啊 还多次受邀参加了老东家的快乐大本营 一来二去 张大大也彻底走红 后来张大大还去参加了 《我是歌手》的录制 节目中的张大大摇身一变成为了一个戏精 节目中的一个设定很有意思 就是会给歌手安排经纪人 结果就是每当谭维维上台表演时 都能经常看到经纪人张大大在台下哭的梨花待雨的 这也顿时看蒙了很多人 一时间产生了谁才是主角的幻觉 然而谭维维被淘汰后 张大大又是一番暴风哭泣 但给人的感觉就是怎么那么凉凉呢 不过这还无声大雅 之前也说到张大大是由谢娜一手带出来的新人 但在谢娜临产前 其实张大大却一点表示也没有 虽然杨迪只是送了一点价值不高的土特产 但再怎么说也是一片心意 两个人都是谢娜带出来的徒弟 这么一对比 张大大与杨迪的差距就有点大了 这次以后张大大就开始飘了 参加偶迪歌声啊时 他就因为王宝强的一句质疑而换来一句 你这是在教我怎么做节目 这还不是冲突 最严重的时候 在别人都想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时 张大大却说了这么一句话 其实这句话已经不只是狂妄的问题了 而是情商真的有问题 作为一个艺人 一个公众人物 应该要清楚 哪些话是能说 哪些话是不能说的 说出这种话 简直是张大大的过错 但那小巧的兰花纸还挺好看的 张大大之所以被网友讨厌 就是因为他情商低 说话不过脑 总是祸从口出 最重要的是他不尊重谢娜 以及捧红他的快乐大本营 曾经张大大就多次在快乐大本营中抬杠 抢何老师的台词 把整个节目给搞得乌烟瘴气 有传闻称 何炯因为实在受不了张大大 直接就和节目组说了 他要来 那我就走 虽然只是传闻 但从这以后 张大大也再也没有登上过快乐大本营的舞台 一传十十传百 张大大也在人们的口口相传中逐渐走远 虽然现在的他仍然能登上各种舞台 但大家却普遍不看好他的人品 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一夜成名的张大大并没有在之后克制住自己 各种迷之操作层出不穷 不仅嫌弃一手带自己出道的谢娜 还在各种场合口出狂言 这也触发了无数网友的手指 纷纷留言评论 作为一个艺人 最应该注意的还是德方面的建树 自古以来 中国人都是很传统的 在大众心里 他这种是属于那种剑走偏锋的 在娱乐圈里 屈楚潇打乱了自己原本的一手好牌 而张大大则是一位口出狂言 而遭人厌恶 这还是因为他们太过于看重自己 人就应该脚踏实地 一步一个脚印去奋斗 不发足以令人狂喜的突然成功 但需要做到一点 就是要承受得住那些赞美声背后的因果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 他被谢娜带出 却得罪谢娜何炯等大咖 惨遭网友痛骂 张大大和杨迪都是谢娜带出来的主持人 都还是比较优秀的 张大大和杨迪的现在与谢娜脱不了关系 如果不是谢娜在某综艺节目上 一手带出杨迪和张大大 他们两个根本就不可能有现在的成就 在很早以前 就有网友传出说谢娜带出张大大 但是张大大并不知恩图报 还要去快乐大本营抢谢娜的饭碗 这让很多网友都骂张大大 快乐大本营有一段时间 张大大持续刷脸 连续上了好几期 谢娜自己的网络综艺 欧迪歌神邀请张大大作嘉宾 这档节目带来的关注度 也让张大大知名度直线上升 在《我是歌手》节目中 张大大先后担任敬眼歌手 黄冠中和谭维维的经纪人 出镜率极高 综艺《我是歌手》播出期间 张大大登上微博热搜 高达50余次 尽管张大大离一线主持人的差距 还是有点远 但是现在也是圈内叫得上名字的主持人了 此前备受谢娜的照顾 但是稍有名气之后 跟谢娜的关系就逐渐疏远 在一期《大本营》录制节目中 张大大更是话多 戏多 白眼多 不仅打断何炯的主持节奏 更是自己带流程 一副自己是快乐大本营主人的感觉 还给何老师带来难题 当时小编还以为是张大大要太大本营待几期呢 我觉得其他嘉宾还很尴尬 张大大到底是自己人还是请来的间谍 为他的情商着急 张大大也自在朝黑体制 跟杨幂杨颖组成好闺蜜 在张大大生日时 两人还特地发微博给他过生日呢 三个人非常亲密 常常脸贴脸合照 这关系真的不一般 张大大的豪华朋友圈 除了杨幂和杨颖 还有富二代王思聪 女神郭碧婷 难怪事业风生水起呢 之前我是歌手中 作为谭维维节目经纪人 比谭还有戏 比赛失利谭都还没说什么 张大大就大哭起来 谭一路安慰他 到底是谁在唱歌啊 简直太宣宾夺主了 同节目地位有唱评人 评价张大大 他太想红了 以为自己火了 就敢随意dise别人 dise张艺山太矮 却被张艺山一句话噎死 那也比你高一点啊 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如果不知道知恩图报 可能永远都只是一个三线主持人 我在互联网行业摸爬滚打七八年 梦想一点点实现 从最开始的打工仔 到现在周星过万的自由职业者 买了车房家庭幸福美满 每天不用上班 一家人到处旅游 实现了有钱有闲的生活 湖南一姐谢娜曾带红两个邪心 一个知恩图报 另一个却过河拆桥 说起娱乐圈中 对新人夺得提拔最多的一位 可能非何久莫属 很多人都曾受到何老师的印象 比如说经常亮相于向往的生活中的 彭玉畅和刘宪华等人 其实湖南一姐谢娜也曾带红过两个邪心 一个知恩图报 另一个却过河拆桥 虽然谢娜的主持风格一直受到大众的质疑 但是在很多方面 她做得很到位 首先就是非常有热度 可能也是想到成名之路的不易 之后谢娜也是尽可能地自带一些新人 有时候这也为他们带来了曝光度 谢娜曾经带红的人 之后知恩图报的 大家可能都会想到杨迪了 其实她所带红的两人 不是进行喜剧表演的邪心 而是在风格上比较诙谐搞笑类的 其中的杨迪曾经参加过 中国达人秀等综艺节目 她在生活中也非常努力 但是却一直没有热度 让人觉得非常心疼 而之后谢娜也开始关注她 慢慢将她带火了